现在我们讲一下怎么调整红光偏移 首先我们先退出登录模册 我们登录管理员模册 然后输入密码 六文一 点灯 然后找到设置 点开设置 在这里有一个红光校正 不知道在哪位 然后首先 我们画一个方框 点击方框 把鼠标放到黑色的地方 变大一点 点击居中 我们对一下焦距 我们要画一个方向 拿起来 我们要画一个方向 放一张 的我们的黑色金属灵片在上面 然后我们打开红光 使红光在金属灵片上面可以完全呈现 然后我们点击居中 点击居中 然后点击标课 我们可以多标课点击 使这个方框变得清晰 然后我们打开红光 然后检查红光和实际的偏移位置 然后我们确定红光向哪里偏移了 然后点击停止 点击设置 找到红光效忠 偏移位置X是左右向 然后偏移位置Y是上下 上下两项 然后负值如果是负 负0.1 负0.1或者0.2 向左偏移 左边负0.1 0.2 0.3 那么向右 向右的话 这是0.1 0.2 0.3 这里指的是红光偏移的方向 Y同样 负0.1 向上的方向 红光向上走 负0.1 0.2 0.3 向下走就是正0.1 向下走就是0.1 0.2 0.3 我们来调整它 使红光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点击设置 翻毕 再打开红光确定位置 使红光和打的完全同合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